我发现很多新手朋友开车在意到这样的路况时 也就是我们的这个宽路转窄路 而且转过来的这个巷道特别窄的这种路段 经常容易发生滑碎 稍稍不注意 要么就是我们的车头挖蹭到前面的这个障碍窝 要么就是我们的车头能完美避开障碍窝 但是我们的另一侧车身会挖蹭到咱们的另一侧障碍窝 反正不是你的车头挖蹭 就是我们的车身挖蹭 我相信很多人都医到过这种情况 有开车出小区时 医到的咱们的这个限宽 说来说去 很多朋友其实就是不会丢我们的车身 和不会看见 那么今天我就来教给大家 遇到这种窄路转宽路时 而障碍物又比较单一 不是长期里的障碍物时 我们如何修车身 其实特别的简单 我们只要记住这些方法再来开车 你就能有效的避免我们的车头车身挂飞 那么遇到这种宽路转宽路 只是转到宽的那一方 那么这种时候 我们不用管车身车机 只要车身车机够大 我们就不用管车机 尽量把我们的车身车机比较大 这是我们教的老方法 我们往右转 这个时候我们只要盯我们的车头安全面 就是A柱夹角 对不对 A柱夹角转哪里 和前方障碍物底部 这条线我们重合已经是过去了一点 因为我们这个时候我们要学会 加大车身车机和加大转弯半径 加大转弯半径就是把车尽量的往前开一点 车身半径转过去 当我们的这个A柱夹角和前方障碍物底部重合 过去一点点 对不对 稍稍的过去一点点以后 那么我们再往右方向盘往前开 这个时候会出现两种情况 第一种就是你转过来以后 我们的这个车头脚 总会刮蹭到咱们的这个障碍物 我们的车身和另一侧又离得特别的眼 那么这种情况 我们要学会提前观察好我们的车头这件 有360的朋友 也可以看360 有灯光的可以打开我们的灯光 咱们可以看一下 眼光灯打开 这个时候我们的车头脚和前方障碍物 至少少还有36米 也就是车高该度的 是前方障碍物高度提示一下 那么我的这个车头脚是不会刮蹭的 大家可以放心 唯一现在一点就是 左侧车头脚安全了 但是我们的右侧车身 如果还是一样的打开方向盘 那么咱们可以看一下 继续往前 我的车身绝对会刮蹭到障碍物 因为这个距离短 那么距离短 我们就要记住我们以前教过大家的 只要车身和旁边障碍物大一二十 对不对 过了第一桌 我们才能打死方向盘 那么此时 我们只要回正我们的方向盘 把车辆往前开 让我们的这个第一桌 过了障碍物以后 再往右打方向来 这样我们的车头车身 都不会刮蹭到障碍物 轻轻松松的就出来了 第二种情况 就是我们尽量的把车辆 多往前开一点 对不对 这个时候我们也是看A度夹角 但是我的方向盘打持了 打持以后我们转过去 以后你会发现 这个时候我的这个车头 转过来以后 盖住了障碍物 我的左侧车头 如果机器往前 又绝对会刮蹭到前面的障碍物 右侧窃离得非常非常的严 那么一到这种情况 我们其实非常简单 把我们的方向盘回正 稍稍稍的往后推一点 对不对 能看到前方 障碍物 90以下 就可以 那么再往右 打死方向盘 这样我们的 先让左侧车头角 过了 过了以后 还是出现了 刚才我们第一种情况 左侧车头角过了 右侧 继续打 会撞到 那么还是一样的 回正方向盘 往前开 逼住 过了旁边的障碍物 以后 那么我们再往右 打方向盘 这样 我们的车身 就不会刮蹭到障碍物 新的朋友 一到这种 宽路 转窄路 车身车机够 车头车机不够的情况 那么我们就可以用这一种方法 来避免我们的车头 或者是车身刮蹭 温车哥 如果有用 记得帮我点赞 关注及分享 今天视频到这里 拜拜